高雄市副市长使者一行人拿着登港镇通过闸门 进入高雄港港使馆参观登入大港展览 首先看到的是100家资讯中心 策展人整理出100个问答 让观展者更靠近港督文化 而地上则是高雄港的时光廊道 呈现一个试剂的设计史观和建设转捩点 事实上是用非常图像而且问句 而且简单甚至是很色彩的方法 能够来总理整个高雄港 在高雄或者是台湾整个历史上的历程 那我们就准备了100个问题 然后可以让游客们进到这个空间里面来 然后了解整个高雄港以及高雄市 整个发展的脉络跟规矩 展场内也有不少港区历史物件展出 像是水下工作潜水服和头盔 码头搬运工人计算搬运数量使用的竹签 以及具有年代感的桥市起重机和跨载机模型等 用设计来讲高雄的故事 我觉得非常棒 就是把高雄跟高雄港的发展 用设计的元素去说故事 让我们的全国的民众 全国的旅客能够了解到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 非常非常的棒 由于过去港使馆就是进入高雄港的一个关卡 如今高雄港的围墙拆除了 落实四港合一 许多亮点建设也一一完成 藉由登入大港展览 结构高雄港前世今生 那现在已经开放也就是说港口它过去只是从货物的思考 已经开始要转型成内港要成为成为一个人的思考 那这个对高雄港对高雄来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其实也是跟着城市的转型是一个共生的事情 那因此我们才要吐开公司 所以我们用一个刻意用实体打卡的形态来登入这个部分 因为毕竟现在年轻人打卡可能都是线上 那我们刻意用反骨的形态 用一个比较类比的形态来做一个参与 另外策展人还创作出六幅海报 想象2013年的生态、移动、贸易、物产、永续和影像等样貌 代表2031未来万国博览会致敬1931高雄港式博览会 别具异议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